再来看到吉安浩克艺术村 4月份是邀请到获奖无数的 前景广花联台记者林秀霞 举办油画各展 那么呢是带来了70多幅的精彩画作 而展期直到4月30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吉安浩克艺术村4月份邀请到 获奖无数的前景广花联台记者林秀霞 举办油画各展 他带来70多幅精彩画作 乡长游淑珍表示 4月份花联笼罩在地震的恐惧当中 希望透过画展可以疗愈大家的心灵 写下了我们的萨卡塔步道 写下了丰田 以及我们花联的山水 今天来跟我们做分享 其中有好几幅都已经要成为绝想 因为在这次的正在里面 这些步道可能已经进食 但是我们相信未来的有一天 当他回来会有完全新的画面 新的山水再列入在画作之中 在这段时间里面 也呼吁我们的乡亲 暂时走出了地震的这样的一个哀伤 跟我们的难过 希望带来的是我们在生活上面的一个富裕 也带来我们未来 让观光客继续进来花莲 看见花莲的精彩 以不至于带来的是我们的餐厅居住 跟未来生活练的一个瓶颈跟困境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强起来 勇敢起来 千山万水念故乡油画各展 林秀霞特别精心创作以故乡风景为题材的作品 诉说着他对故乡的思念 而其中撒卡当步道 椎鹿古道 清水断崖 泰鲁阁 燕子口等 目前都因为地震 面目全非 美景成为绝项 令人感慨 而这个展览直到4月30号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浩克艺术村来参观欣赏 借旅会节目相报道